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去看看咱们只是简单的写了 验证码类的结构的一个设计 对不对 那这节个咱们写一下主体的功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拿到这个验证码类 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在这里边 我们主要的功能都包含哪些呢 首先看一下 构刀方法是不是需要设置这三个值 而这三个值宽度高度和数量 是不是我们需要在下边的一些方法中使用 所以我们需要声明三个成员方法 对吧 然后比如说咱就私有的封装上 封装上宽度 私有的封装上高度 封装上数量 三个私有方法 分别是宽 验证码的宽对不对 验证码的高 还有验证码图片的个数 也就是数量 然后我们这里边可以处置画它 用刀方法 这四里边的宽度 等于传进来的宽度 成员变量的高度 等于传进来的高度 成员变量的数量 等于传进来的数量 那我们处置画这三个是不是就够了 就可以了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有 看一下 这三个处置画了 那创建一个图片 我们需要几个步骤啊 一般的输出一个图片 一般有几个步骤 对 第一个什么 创建背景 创建背景 对吧 有图片背景 第二步呢 创建背景 创建背景 然后 创建背景 那个都属于背景的一部分 对吧 背景比 比如说宽度高度啊 背景颜色啊 这都算是背景 对吧 然后开始呢 创 在里边什么 创图 就创字 就创验证嘛 应该 对不对 那也是背景啊 那也属于背景的一部分 对不对 创字 对吧 然后我们干嘛呀 创字 创有字的话 如果你这个字很明显放在那块 有一些软件呢 比如说PAP 有的时候都可以做到 从一个比如说白黑点白字的 或者是白点黑字的 这样字如果很工整的话 咱们用场景是可以把字抓出来的 所以机器还是能看懂的 知道吧 所以咱必须得用字 扭曲 不同颜色 对吧 这是一方面 最主要的是呢 还得设置一些干扰元素 比如说点啊 线呢 对吧 那比如读取 它是按酵素组 这样的话 拿到一些干扰元素和这个字 它组合 它就不当是一个完整的字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一定要有 所以一定要有什么 干扰元素 比如说 点啊 或者线条啊 之类的 对吧 那画字呢 就是里边有什么大小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大小字体颜色 对吧 还有倾斜之类的 对不对 那背景像刚才说的 背景颜色 颜色 对不对 大小 对不对 边框 这些都属于背景的 对不对 对 那么作用干扰元素 最主要的 然后我们就干嘛了 是不是就输出图像了 对不对 输出图像 这就是我们输出图像的几个步骤 对吧 当然这里边画字也好 或者是得的验证码也好 肯定都需要一个步骤干嘛呀 是不是制作的验证码的字符啊 对 对 所以我们这块 加一个方法 那既然是我们制作字符的方法 那我们这里边 看一下 验证码验证码 最主要就是进码的生成对不对 那我们这会需要外置调用吗 是不是在内部使用呢 那我们就干嘛呀 工作 工作 对不对 生成验证码 咱们应该叫做 CR液体叫做靠的吧 创建验证码 听不听 嗯 这块 加一个什么 这用来怎么的 生成验证码 这个方法 名字你可以自己定义 对不对 生成 验证码字符 串 那多少个呢 由这个数量决定 对不对 好 这个是我刚才有了 咱们一会具体实现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里边创建背景 我如果在四部都在这里边写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呢 这个方法是比较庞大呀 所以呢 既然是四部 我猜成四个私有方法行不行 行 可以对不对 其实我们原则上猜 私有方法什么时候猜呢 就是被用到多次的 比如说像这个 验证码 在这里边得用验证码 在这里边是不是也得用验证码 对不对 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写成私有方法 这是教大家如何设计类的过程 对不对 如果只用一次的直接写在里面就行 对不对 但是还有一个原则 如果想要程序可读性好 尽量也分一分 对吧 所以假如说我这里边创建背景 创建背景 假如说我这里边叫做私有方法 调用这里边的 这次里边的 C-R-E-A-T-E-B-A-C-K 行吧 创建背景 这个 那我这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个私有方法 创建 背景的私有方法 P-R-E-A-T-E-A-T-E-A-C-K 具体 倒是怎么具体在里边实现 对不对 还有什么 画字 也把它做成一个私有方法 然后就是 out输出 揍创 怎么就画字 然后还有 还有 设置干扰元素 设置 干扰 元素 有的时候没有标系的 比如设置这些 设置点写的私有方法 设置其他私有方法 也不用弄太细 对不对 只要用结果清洗就行 设置干扰元素 SAT 干扰那个词 怎么写 D-I-S-T-U-R-B 这是干扰元素 干扰颜色 可以吧 这是干扰元素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什么方法 这是干扰元素 它叫什么 它叫输出图像 对不对 那我们这话 再写一个输出图像 那我就这儿 就叫做 P-I-V-A-T Faction 咱们就叫做输出图像 那咱叫 out img 咱们已经有了 对不对 咱们就输出图像 咱们叫做 P-I-T print img 打印图像 行吧 打印图片 也行 用这个方法名了 自己定义了就可以 那这就是我们 这里面需要的所有的结构的私有方法 对不对 那我们初始化这几个属性构的方法 咱们写的差不多了 对不对 那我们一访问验证码的时候 最好让验证码 直接在这个里边用 我们看一下验证码的属性 你不能说我输出图像的时候 调用一次这个私有方法 看到了 调用一次这个私有方法生成一个验证码 然后呢 得到我服务器保存的时候再调用一次 如果这个方法被连续调用两次 你想象一下 被连续调用两次 那么随机上手的码 两次随机会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注意图片上输出的验证码和我们使用的验证码一定是一份 对吧 所以一定是一份的话 那这个就要保证它调用一次 那就在构造方法出的话 好吧 所以呢 我们想办法在这里返回验证码 那我们在这会儿 生命一个 COD验证码 验 证码 然后这里边调用一次 这一次里边的COD验证码 等于直接调用这里边的方法 CRET创建靠验证码 是不是调用私有方法 对 调用自己的方法 是不是能获验证码 这样的话 我一创建对象的时候就做好的验证码了 然后我在哪个里边用COD验证码 是不是都是一份 对 因为只有这一个地方调用 对不对 千万这个方法被调用两次 这是咱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这会儿看一下 验证码 我们就开始写了 那咱就先简单的验证码 对不对 那比如说有大约字母 小约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可以吧 先说这里边一个局部的COD验证码 S等于我们就随便做一个字母串 1234567890对吧 然后ABCDEFGHIJKLMNOPQRSTUVWXXYZ对吧 然后再大写的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从这里边去提出咱们指定各种的字符作业的码都讲了 但这里边有的时候有人看见有地方会容易冲突 什么呢 比如说E和谁冲突 和L冲突 那就删掉 那它没有E没有L 这样是不是就不会有了 O 0 对 和什么 和这大写的O 是不是会跟0冲突 咱们也去掉 可不可以 它还有容易冲突的 比如说Z和2 是不是有容易冲突 大写这些东西能够去掉就没有这些字符了 可以了 那像这种方法就是容易冲突的你把它去掉是不是就变成没有冲突的了 那我们在手间的码是不是就好一些了 现在我们需要随机生成指定个数的码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每次都随机一下 那我们多少个码干嘛呢 那我们就Full循环 $5等0 $5小于 $4 比如这一次里边有一个NUM 是不是这个是吧 $5++ 有几个我们随机几次 对吧 每次这里边循环是不是随机出一次来 那我们验证嘛 假如说我们就叫这个 $CODE 对吧 等于一个空字符串 对不对 然后我们让$CODE 一个字符连接等于一次从这里边随机出一个字符来 可以重复对吧 那从那字符算随机字符怎么办呢 就是CODE S 是不是整体字符算 记不记得咱们可以用大括号 然后通下标0取第一个字符 可以吧 所以这里边我们随机处理一下就完了 对不对 随机一个下标 从0开始取 就是IND 是不是随机啊 从0开始随机 然后到多长呢 是不是整个字符算长动 那会下标越近 得减一是不是太长的 因为下边是0开始 对不对 所以FTR 谁啊 $CODE S-1 这样的话 就能随机出一个验证码 对不对 然后循环几次 比如循环四次 就随机出四个字符放在这里边 然后我们 Return $CODE 这样的话 我们一掉这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怎么办 就可以把验证码 是不是保存到这个里边去 那这样的话 验证码我们就输出了 那如果想获取字符验证码 保存服务去中 我们这话 掉这方法 直接返回 谁啊 $Zs里边的CODE 不就搞定了吗 对不对 或者是你把这方法不做做私有的 他不做私有的容易危险 对不对 这就可以了 验证码对不对 那下一步呢 就需要把我们创建好的这个CODE的验证码干嘛 写到图片上 用输出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时间关系 咱们先暂停一下 这节课咱们先介绍到这里 好吧 下节课咱们继续做验证码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